很多人很敢吃虔 每一個人跟她的虔驚喜酒料都不一樣 和這對年輕人母 甚至因為太太在以前期間沒辦法回家鄉 所以就案發作出虔驚喜酒料 就是要讓太太能吃到家鄉的滋味 這罐如果這罐的驚喜酒 都是這對年輕人母用心開發製作的 看起來很普通的驚喜酒其實一點也不簡單 他們是運用後新東中的驚喜酒來製作 很特別的驚喜酒精 這顆蛋黃幾乎是我們的know how 就是因為這個鴨蛋是用益生菌鴨蛋 所以它非常飽滿 油分非常多 所以對我們來講 鹿菜跟鹿醬是更適合的 之前風雨期間 李彥瑩的太太沒都回到五百 真是黏稠鄉的事物 她的公司李彥瑩在當初做營養醬 除了各種不同的口感 最重要的是 這罐營養醬上一種大心的愛 我嫁來的這幾年雖然沒有回家 但是 這是有老公的陪伴 聽說這是老公為你特製的 對 他陪伴我一起 找材料 對 找材料讓我去重現 我想要的那個味道 家鄉的味道 家鄉的味道 寫了我的香醬 當初就是要做出這種口感 讓太太能吃到故鄉的食物 後來結合台灣 新農場的鹹仔人 就以我做出這間特別的金碼獎 多張新聞 綜合報道